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电影幕后故事 我是幕后军 要说本周最令人期待的新片 则莫古与鬼才导演 定伯顿的小飞象了 以经典童话故事作为背景 采用真人加CG的手法拍摄 很多人都在期待着 定伯顿会如何将那个 能飞起的小巷的故事 讲得迷幻动人 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 关于好莱坞最具风格化的导演 定伯顿的一些事 探索一下怪人是怎样连成的 定伯顿自小就古怪 由于童年生活的问题 缺乏和父母的交流 而最新于看电视和画画 游记偏爱B级片和怪兽片 在他13岁的时候 就拍摄了定格动画短片 《爱格博士的岛》 后来他考入加州艺术学院 才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所学校也培养出了 许多迪士尼和皮克斯 最顶尖的动画人才 1982年 蒂姆波顿在迪士尼得到了 独立指导一部动画短片的机会 拍出了一个不到六分钟的短片 《文森特》 这部短片可以说奠定了 蒂姆波顿之后电影的基调 包含了他标志性的所有元素 黑暗 孤独 绝望 天马行空的想象 以及渴望永恒的爱情等等 这部电影在一定意义上 是导演本人的自画像 主人公文森特梦想成为恐怖配演员 《文森特·普莱斯》 爱读《艾伦坡》的诗 其实蒂姆波顿本人的偶像 就是文森特·普莱斯 他也酷爱爱伦坡 文森特之后 蒂姆波顿又给迪士尼拍了两部电影 他的电影画风和迪士尼当年想要的温情完全不同 于是他就被迪士尼给炒了 不过十几年之后 蒂姆波顿又重新携手老东家迪士尼 把爱丽丝梦游仙境拍出了新花样 绚丽的色彩和强烈的哥特风格 这一次与迪士尼的牵手大获好评 所以他能接手拍摄小飞翔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1989年 尔历之年的蒂姆波顿 获得了一个开拓事业的大好机会 得以指导大制作影片《蝙蝠侠》 这部根据同名畅销漫画改编的娱乐片 为波顿提供了驰骋想象力的最好空间 波顿骗于英语的视觉风格 另即使是正面英雄的蝙蝠侠 也带上了强烈的阴暗心理背景 这部打上波顿标签的诡异阴暗电影 在一项明朗的好莱坞卖作片中 具有非同一般的风格和影调 不仅使该片在众多超级英雄的影片中 独树一帜 而且也影响了接下来一系列同类影片 丰富了好莱坞电影英雄群像的类型 也为好莱坞漫画卖作片的再次盛行 奠定了基础 同时票房上的几大成功 也是蒂姆波顿成为了好莱坞的一流导演 1999年 蒂姆波顿拍摄出了 迄今被人们认为是他职业生涯最成功的电影 《剪刀手爱德华》 这也拉开了他和约翰尼德普的合作序幕 从《剪刀手爱德华》开始 两人共合作了八部电影 约翰尼德普从龙虎少年队里的英俊偶像 正式成为了怪异中带点邪气角色的不二人选 关于这位老搭档 蒂姆波顿表示 我喜欢德普是因为他愿意尝试任何角色 而且从来不怕自毁形象 90年代末期 波顿在尝试了人物传记片 科幻喜剧片等类型之后 又重新回归到了自己最拿手的风格当中来 派出了断头骨 在这部电影里 我们看到了波顿最爱的哥特元素 幽暗的森林 远方的浓雾 灰暗的天空 坚定的建筑 以及诡诀的人物造型 整部影片从光线 颜色 布景到服装 都协调统一地渗透出神话故事般的意境来 进入2000年之后 蒂波顿在《决战星球》里 结识了自己除德普之外的另一位老搭档 见女友海伦纳伯汉 两人从《决战星球》起 共合作了7部电影 直到2014年分手 2003年 波顿和海伦纳的儿子降生 也正是在这一年 波顿拍摄了他讲述父子情感的电影《大鱼》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父亲的一生 充满了魔幻和隐喻 同时它是波顿的第10部电影作品 影迷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位怪咖导演 内心敏感而柔软的一角 而对于那些对哥特风格 并不具有十足兴趣的影迷来讲 这部温情默默的《大鱼》 也许是他们最喜欢的 蒂姆·波顿的作品 你甚至不知道我 我还要找到最后的生命 2005年的《僵尸新娘》 是蒂姆·波顿指导的 第一部定格动画长篇 影片中 生活在地上世界的人们 从头到尾没有展示过笑容 但黑暗恐怖的地下世界 却充满着欢歌笑语和善良乐观 蒂姆·波顿在用调侃的口吻描绘着孤独 也让人更加确信 他是个追逐黑暗的人 但他没有拒绝给我们温暖和希望 理发师陶德是德普和海伦娜 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两个极致疯狂的人携手复仇 而与剪刀手爱德华相比 在理发师陶德里 蒂姆·波顿让德普奉献了 迥然不同的表演 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从纯良木的一变而为邪恶暴敌 剪刀手与剃刀手 天使与魔鬼 童真与邪恶 单一与矛盾 同类型的电影中 散发着不同的气息 丁·波顿 娴熟地穿梭在这两者之间 2012年 科学怪狗上映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丁·波顿一生都在制作的电影 也是电影史上 首播MX3D黑白定格动画长篇 28年前 丁·波顿就曾为这个故事 做过一个简短的版本 但当时因为迪士尼认为它太恐怖了 而将这个短片搁置了起来 功臣名就之后的丁·波顿 终于拍出了自己当初最想拍的电影 2016年 佩小姐的《奇幻城堡》上映 能变成大鸟飞走的佩小姐 比空气寒清的爱马 隐形小孩 无面人双胞胎 与丁·波顿先前创作中 单一 孤独的角色设定相比 本部影片中的人物设定 则各为精妙 在世俗的眼光来看 现在的丁·波顿 仍旧是略显怪异的 总是一席黑衣 拥有狂乱的卷发 苍白的脸色 气质颓废而又迷离 但透过作品 我们却能看出 掩藏在这外表之下的本真 它不论到多大年纪 都还是那个古怪小孩 脆弱 阴郁 小心翼翼 通过房间木板的细细缝隙 观察世界 用一颗充满童趣的心 通过充满哥特风格的笔触 温柔地表现着现实世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关注订阅 投币收藏 转发评论 这个流程走一波 关注微信公众号 SIMWAY 还可以看我第一时间为你 平行天 平经典 我们下期见 See you